伟爷媳妇,出来开门 你正说,您怎么来了 老云家有些事儿要我来跟你说说 你说 先前你分出老云家的时候 拿走了老云家的一些地 老云家现在先要回来 姑娘,去将地契给拿出来吧 现在,私房既然跟老云家没关系了 还回去也没啥好舍不得的 再说了,就那两亩田处得位置不好 养育娘巴不得送回去呢 伟爷,你虽不是老云家的亲生骨肉 但老云家到底是养育了你 如今,老云的意思是 你把家中买的地拿出来 就当是还了这份恩了 恩,什么恩呢 我怎么不知道咱们四方欠了老云家什么 李正听得皱眉 这是不想孝敬养大云文叶的老父老母了 你是看到老云家养了云文叶了 你就没有看到老云家是怎么对云文叶的 云文叶才四五岁大 就要抱揽下家中大部分的家务 他能做的不能做的都要做 跟牛跟马有啥区别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养了头牛呢 等他再大一些,还要去镇上打工 挣回来的钱一个字都不能留下 全部都上交给了正事 全家老小就指望着他一个养活 兄弟们读书吃喝玩乐 花的都是他用血汗挣来的银子 老云家家中这么多男人 他们都在干什么 他们都在吃云文叶的肉和云文叶的血 是,你要说养育之恩 这我不否认 但云文叶这些年在老云家当牛做马的 养一家老小养了二十多年 还不够还吗 云文叶的腿从受伤到现在 老云家过问过吗 我们全家都快饿死的时候 他们有看过一眼吗 还是给我们喝过一口粥 吃过一口菜 没有 实话告诉你 这些地跟云文叶一文钱关系都没有 绝对不可能让他拿去还什么狗屁的恩情 你才是一家之主 这事儿你来给我个准话 李正说 我娘子说的没错 开还的 也早就还清了 还清 还清这两个字 哪有那么容易的 那李正认为 我应该如何才能还清 把这条命还给老云家 文叶 你要是真的死了 那我也活不了了 不知道老云家背负上这两条人命 睡得可会安稳 哎呀 胡闹什么 事情哪有这么严重啊 老云家不过是想要一些地 王后就同你们四方 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的户籍 在你分出来的时候 已经给你单独立好 你们还想如何 剔的指教 不可能 既然你们不愿意 那我也就不逼你们了 好自为之吧 你们也不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